通常是不想換的招財方法 很多人都會很想知道 我們說要 所以到你今年度 要換新的時候 有一些舊的東西 你就挑幾樣 比較舊的 或比較不喜歡的丟掉 因為要除舊 剩下的你可以包起來 比如說 老材新豆 放蚵豆 因為蚵豆就是我們的財庫 就是我們這神桌的下桌 家裡如果有安神 如果沒有安神 你就放柴味的蚵豆 藏在底下 舊的藏起來 代表的是你的暗財 然後新的再擺出來 它就是你的名財 所以柴味很重要 很多人都問我說 老師 柴味到底要幹嘛 我說柴味是 柴神爺來你家的時候 要坐的位置 所以 有的人會放一些精油 有的會點香 最重要的是譬如說 放 他來就知道我要坐桌 你知道柴神爺到你家門口 看到你跟我的胃都穿好了 他是不是會很開心 他就會進來坐一坐 柴氣就會帶 現在一年要重新在布局的話 有沒有什麼一些建議 盆很重要是因為 洋宅屬土 盆也是土 所以我們用土來養土氣 旺宅氣 你知道有的家 如果住了差不多15年 它那個房子的孕就往後退了 你總不能換個門 換個窗 大興土木地去改格局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會用布局的方法來改 所以放聚寶盆 其實在洋宅裡面是 手柴跟招柴最好的辦法 而且你從它的造型光來看 它這個孔雀靈 好漂亮 孔雀上面是不是會有孔雀靈 以前我們的官 當官的 它的帽子上是不是就要插孔雀 靈越多 代表它官越 職位越高 所以它在家裡有升官 有發財的意思 可以忘你自己 忘宅氣 然後有些媽媽都說話 都沒有人要聽 這20年如果你把它擺上去 家裡的老公 小孩都會聽你的話 其實你看 光這樣看就賞心眼 很漂亮 很漂亮 我們說接下來20年是 九子離火年 代表火很旺 火很旺很多的是非口舌 就會很多 像我們就很容易 噴噴 煩燥 藍色是來消滅這些火氣最好的 所以家裡如果布這樣子的局 會讓家裡比較和諧 大家比較不容易 情緒起伏大也不會吵架 你知道 所以如果家裡布這樣的局 大家情緒都得到很好的控制 運勢就會很好 蔡神爺就會很愛來